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深入生活 教育部108年新课纲中 新增科技领域 位在小港区的太平国小 就规划3D列印课 让学生透过实作 设计出巴黎铁塔 无业风扇等作品 不仅训练逻辑思考力 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意设计更拿下 今年高雄市中小学科展的铜牌 开启开关 这台巴掌大的风扇 吹出凉爽的风 在炎热夏天时正好能派上用场 不过这款午夜风扇市面上可买不到 因为它是3D列印 从设计组装都有学生包办 创意设计还拿下 今年高雄科展的铜牌奖 从外观可以看出 这是我们用3D绘图软体绘制 然后再用3D列印机绘印出来 我们可以随意更换它的风环 更换电池时必须把它拆开 这是内部接线的样子 我们看到的那个风环的形状都是圆形 不然就是头圆形 那为什么厂商要这样子设计 那可能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们就想说 就做一些正方形啊三角形 这些形状来做实验 来验证哪一些是比较好的 阴影教育部108年新科纲的科技领域课程 太平国小规划3D列印课 让高年级的学生先实作体验 从基础的手绘书签 到设计出巴黎铁塔 马克杯等困难度较高的作品 过程中不断训练的是逻辑思考力 这个3D列印的形成是一层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那慢慢它就会有比较立体的概念 对那这跟他们现在数学上的几何 这个立体的图形其实都是有相关的 其实对于孩子的一个课程的部分 我们希望着力在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一个 未来生活解决能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培养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 逐步深入生活 学校让孩童从小透过课程 接触了解并实际应用科技 做好准备来迎接瞬息万变的世代 港路新闻张世民小欣 采访报道